好 大家也知道 这个美度啦 有Ocean Star T-Shot有这个非常有名的C-Star 可以说是称霸这个 性价比之王 这个瑞士名表的地位啦 今天我想推荐这一支表 叫Honey Star 开玩笑的啦 今天我想推荐的这一支 是艾宝石 E-POS 绰号344E 那这个款式呢 我想推荐 我个人觉得 比起刚我提到的那一些 入门型潜水万表啦 更有竞争力 更有它的这个独特的魅力 而且性价比 我个人觉得性能 更加更加的强悍 那现在大家也知道啦 在今时今日 这个运动型潜水万表 这个Sport Divers的model 基本上已经成为了这个 男生啦 男生跟型男 不可缺少的一个系列啦 这一种款式啦 我个人觉得真的是百搭 真的是出门也可以 上班也可以用 这个休闲也可以弄 休闲也可以用 这种撩妹都可以用 那今天介绍这一支 你看似有好像IWC 这个万国的这一种 然后看似有好像 劳力士那种Yardmaster 因为有那个表圈 那种陶瓷表圈凸起的 那个受到这个发烧友啦 爱表的朋友啦 非常追捧的那种表圈 甚至看似有一点像 豪力士ORIS 但是这一些品牌 价格都非常的高 但是我今天想推荐这一支 哇 马比扣了之后我都有一点惊人 我都有一点吓到 在拍影片之前 马比赛3000多左右 其实是非常有竞争力哦 那我今天想推荐这一支哦 我们废话不多说 一起去看一下 在我们还没有进入正题之前哦 还没有进入看表的之前哦 还是要感谢一下 Special thanks and sponsor by这个ATG Watch 这边哦 就是在Pavilion 吉隆坡 对面Fahrenheit里面 这一间boutique哦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真的欢迎来看一下 这边非常非常多款式 而且这一支表 为什么我会非常推荐呢 那这个叫Epost 这个品牌 它的代号啊 它的命名为3441 Diverse哦 而且它售价是 马比4600左右 那折扣了之后呢 大概都是在3000多而已哦 3000出头我跟你说 为什么我会说3000出头 呃 这一支表 你在外面 根本是找不到第二支 可以给到你这样子的配备 这样子的性能 这样子的颜值 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一支表哦 那我们来先进看一下 那这一支表呢 最特别的地方 我们来先说一下 简单的规格 43mm哦 这支表43mm 厚度大概是14.5mm左右 那43mm呢 对于一个潜水表来说呢 真的是不大不小 刚刚好 所以规格来说 除以尺寸啊 size来说 表径来说 做的事其实是非常地 符合现代的一个 我们现代人 非常适合 佩戴的一个表径 所以这个也是我跟 还蛮喜欢的 以一个运动型潜水腕表 就是Sport Divers的 这一种手表来说的话呢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 简单的规格 那我们来说一下 它非常非常特别 为什么你3000多 可以给到你什么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你最低眼看到 这个表圈 非常非常细 大概有什么 如果玩表人都知道 哇这个非常像这个 劳力师 Yardmaster的这个 这个 帆船系列 这个 它这个表圈 你看做了这个 为什么好像突起的 对 我们来转一下 我们来给大家听一下 听到吗 这个表圈 它其实是一个 Matte Ceramic 陶瓷材质的 Matte Ceramic Bazel 而且是Relief Type的 那Relief Type的意思就是说 它是一个有凸起的 所以你会看到 它这边有一些 做的凸起的 就是 你会看到它下方 它做的是非常漂亮 非常有层次感 你看到它这个表圈的下方 是用这种污纱 污面处理的 那这个颗度呢 它这个质呢 它这些数字呢 就是用了这种抛光的 而且它材质就好像我刚说的 是一种 Ceramic 陶瓷的这个材质 哇 这个我跟你说 在市场上 你要三千 这样子找到这个 单单我说表圈啊 就根本是 不太可能找到 这样子的这个材质 这个是 确实是非常非常 吸引我的地方 那配上这个 稍微有一点弧度的 这个你会看到吗 这一种蓝宝石镜面 Supphire Glass 哇 都是这个 最大最大特点 也是我个人小刚 先要提的地方 因为这个是我个人 真的是非常非常喜欢的 再来要说到 性能非常强悍的 强悍在哪里了 你会看到下方 六点钟方向 有这个 我们来进去看一下 这六点钟方向 有这个黄色的标签 这边写着这个 Presure Resistant 500米防水 这个500个M 意思就是说 它可以高达 这个500米水压的 这个防水的系数 我跟你说 当市场上 跟你讲着200米 300米的时候呢 Epos爱宝石 这个344亿 这个款式呢 直接给你去到500米 我跟你说 这一支表 你要带着冲凉啦 睡觉啦 出海啦 玩水啦 去沙滩 完全不是问题哦 真的是 这个性能啊 非常非常强啊 而且就只是单单 给你一个500米啊 错你错了 而且这边哦 我跟你说 小刚跟你说 这边还有配的 你看旁边有一个孔 这个就是 一般在高阶表 就是高价位的表 才能看到的 这个Helium Warf 这个Helium Warf 这个就是排害系统 这个就是高水压的 高防水系数的表 一般上才会看到 而且价格也是高 就是高价 中价表 才会看到 这个配备 这一种规格 这一支表 以这个这样亲密的价格 就可以给到你 这一种 这一种规格啦 确实是 非常非常的吸引 而且加上 它这一种外壳的造型啦 哇 这个颜值真的是爆 我可以跟你说 再要说到 基星的部分 那背复的部分呢 它是采用这个 无透 这个十星的底盖的 这个十星底盖的部分 要说一下 它基星是采用 也是我个人非常欣赏的 因为目前在市场上呢 真的是没有在看到 用这一种基星 也就是采用非常远祖的 这个最原始的ETA啦 ETA的这个2824 这个非常耐用 公认 非常耐用 非常精准度 耐用度 不用受到怀疑的这个基星 也是我个人非常欣赏的 因为远祖 我个人最欣赏 这种2824的基星 是因为它的那个 凭振率 还是28800的 就是28800 bit per hour 这一种 这一种 这个凭振率 所以那一支秒针 扫起来的时候 确实是看得比较顺 这个也是我个人 非常喜欢 这个原始 ETA2824的这种基星 因为SWARCH品牌也 这个SWARCH旗下也 没有在 像很多品牌 就是外面的那种品牌 供应这一种 ETA的这个基星 所以ETA基星在市场上慢慢慢慢 我个人觉得是会变有这个 也是会有这个收藏的价值 然后以后也非常难看到 还有ETA这种基星 用在这一种新款的这个表上面 也是一大的特色 所以这支表 所以这支表从外观 性能 从内到外 通通都是特点 非常非常漂亮 再看表带的部分 它也是用这种双格式的 你会看到 质量是做得非常非常好 它是采用这种切片式的 这边还有一个E-post 是它这个logo在这边 做的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这支表 而且它这个 我讲到一点 就是它面盘 我们最后来看一下 它采用这一种 这个6、9、12这一种面盘 而且你会看到 面盘稍微比较特别 对 因为这个面盘也是你外面看不到的 它是比较少见的 它是一种喷砂的面盘 就是它是黑面的 但是它是采用那种 Sandblast 就是一种喷砂 这种雾面处理的喷砂 就是你会看到 真的是有满满的一种运动风格 就是准备好像是出海 去沙滩 还是一种非常强悍的 这一种造型 哇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 然后配上这个黄色的这一种秒针 加上黄色下方的这一种 标签 就是它这个500米防水系数 来做点缀 哇 非常的漂亮 这支标 然后再配上它这个 旋路式的龙头 也是一样用了这个 有稍微有一点 用这个黄色的这个颜色 来做点缀 都是非常非常的吸引 而且最后要说一下 它夜光的部分 大家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夜光的部分 它月光的部分 也是一样 有一点带蓝的 你会看到 它这一种是手填充的 就是Handfill的这一种 Superluminova 这种手填充的这一种 夜光的这个涂称漆料 哇 这支标 我跟你说 3000马币 全新的标款 哇 给到你这一种ceramic bezel 而且要是凸起的这种 哇 市场上是非常可以难看到的 然后这种面盘 到它这一种防水的细数 机芯 造型 通通都是这一支标 非常非常特别的地方 那如果你不喜欢这一支 还有其他的颜色 小刚看到这一支 我个人觉得还蛮特别的 这一支就是蓝色的 这个蓝色呢 就是采用这种 Sunburst 道 就是这种 有一点就是怎样做 这种它这种有一点带这种 这个方色纹的这一种 蓝面的 那配上这个蓝色的 这个陶瓷的ceramic 这种 bezel 也是一样凸起的 这一种 你看非常非常的漂亮 配上这个蓝色的胶带 表格的部分也是一样 做得非常非常好 里面这个表带 也是有这个E-post的质 这些 而且你给我选的话 我个人其实 以同样的价格来说 我会选这一支钢带 因为钢带配上这个黑色的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这一支就是今天小钢 想推荐的这一支 E-post 我们来敬它一下 非常非常的漂亮 好 今天的影片就到此为止 那我们有什么地方可以来 有什么不明白的 欢迎来这一边 再询问一下 那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小钢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